各位觀眾朋友的粉絲可以跟大家留言一下 這都是個什麼東西的聯名 40不知道多少萬 就是還不一定 所以他告訴你1900000 那就是100萬了 當時用過的個體是吧 Youtube他們用過的 是他們店裡面的明星琴 這個琴挺有意思的 這個形狀很少見 這些就是英國的一些效果器 這個就我覺得比較熟了 Kawaii還有吉他 Kawaii是那個鋼琴的Kawaii 是鋼琴的Kawaii 應該是剛開始的這種帶金屬 金屬是69年青年之後 應該是Transaction Hello,Scan,天雅老師 那今天呢我在日本的東京啊 那今天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節目 因為我們要今天一起去探索一下日本的琴行 我上一次來日本其實已經是9年前了 這不是我第一次來日本啊 但是那個時候呢 我基本上對日本的琴行啊 對吉他沒什麼了解 所以這次算是我正式的 第一次去好好地探索日本的琴行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興奮 以及今天我有一些任務 我要幫幾個我的學生去買一些琴 因為他們給了我一些類似於一些訂單 我要去hunting這些吉他 以及呢我也想給我自己買一把 但是我現在完全沒有任何的目標 所以我也很好奇 今天我會買什麼吉他 以及我會不會買吉他 所以如果你很好奇 日本的這些琴行是長什麼樣的 以及你好奇我會看到什麼樣有趣的吉他 我會幫我的學生買什麼吉他 以及最後我會我自己 學什麼吉他的話 就一起跟從我的鏡頭來探索日本的琴行吧 這個視頻是記錄我在日本逛琴行過程的第一期視頻啊 那這邊呢想跟大家提前介紹一下 關於這次日本逛琴行之旅 因為這次逛琴行的行程安排的比較多 我一共花了4天去逛不同的琴行 所以最後拍攝了一大堆的素材 但是經過篩選和取捨呢 我還是覺得很多內容都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盡量保留大部分素材和完整的逛琴行的過程 那最後呢我把這次旅程做成了一個系列啊 那第一期呢我們是來到了東京新宿的TC樂器 日本的琴行並不是都歡迎拍攝的 那TC樂器是單獨為我們開放了一小時的獨立參觀 算是比較難得和寶貴的機會 所以我拍的比較詳細另外比較多 我會分上下兩期 那裏邊有很多有趣的內容 大家一定不要錯過了 現在我們在新大酒堡站 JR山手線 現在我們出門去找我的學生 哈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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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等了吧 來了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小韓 這是我一個線上的這個上吉他課的學生 我們第一次線下見面 然後這次的東京之行多虧了他 因為他在日本留學嘛 然後他自己喜歡買樂器 然後也對日本琴行比較熟 所以我們來之前他把我做了完整的這個琴行的工業 把我他也聯繫了很多琴行 問我們能不能拍 反正這次整個行程就多虧了他 然後這次他是導遊和翻譯 我們就跟著他一起來逛 東京的樂器店吧 走 所以這家叫做TC樂器 TC樂器 TC樂器 然後他這個外面那個 其實等那個1點的時候 他們會把這拉開 因為有很多很奇怪的一些琴 OKOK 所以現在像是我們 我們爭取到了一個在他們開店之前 可以提前繼續簡單參觀一下拍攝的機會 也多虧了小韓 我們先進去看看吧 所以這就是這家是賣二手為主的是嗎 對他這家店主要就是以二手為主 然後一般來說是那個八九十年代就是 哇 Vintage這些琴 啊 OK 然後他這邊的話也會賣更多效果 那邊有一強效果器 反正他這邊主要是一個Vintage 因為這邊有很多這種 八九十年代 像YAMAHA 然後Kuriko 或者是那個 不是 日芬老日芬那些 老琴非常多 OK 而且有些非常奇怪的琴也很多 而且這家店非常有意思 他們會每年會做一些比賽 那種什麼效果器改裝 改裝比賽 或者是吉特改裝比賽 有些活動 對還有一些非常奇怪 他們自己就是聯名做的一些 效果器和吉他 很酷 我第一次見到這個 Tematis的Bass 這還是一個那種小Bass 很有趣 這邊好像都是Bass專區是吧 對 這邊都是Bass 這邊我就不是很了解 其他在裏面 對 這些都是日本的一些牌子 因為他這邊 Bucks Abonus 對 他這些是會比較便宜的 會在後面 包括那邊 那這邊是那個Custom Shop 什麼的 這邊有 哇 好多沒見過的牌子 有什麼不知道 我可以大概介紹一下 因為他這裡面很多是那種 老牌子 這就讓我想起 這以前那個上演師跳樂器 就是有一堆這種奇怪怪的牌子 這不是那個吧 這不是那個摩爾的那個琴嗎 對摩爾 新的就是 這是新的還是二手 應該是二手 而且中古的都是二手 可以 這家店基本上只有二手 新的話 國產牌子都已經入侵到日本的二手市場 可以 新的話有這個TC Factory 還有一個叫TEM的牌子的一個琴 會做新琴 但是也是這種 做舊的 對 這個琴挺有意思的 這個形狀 很少見 它跟那個TS吉他不是一個牌子 OK 所以下面這就是他們的一個 類似於一個銷售點 就是這個牌子的一個 類似於一個代理 是的 Greco Greco也很常見了 1977年差不多 對 TOKAI 這些就是最老的那些 日本的那些 模仿Gibson分大的牌子 Greco TOKAI 這個在英國也很多的 就二手的琴 包括菲尔南德斯他們還有一個 這種非賣品也是非常的好看 挺可愛的 哇這邊還有 還有Tone Banner Frostface Crossbow 這些就是英國的一些效果器 這個就我覺得比較熟了 Tone Banner 就是Solar Sound的 包括他們也會在一個就是 做一些那種銷售的一些 就是日本是沒有的一些 代理的一些效果器 哇哦 這邊效果器很很全 對 中古就是二手 基本上都是二手 酷 酷 這是那個嗎 這個叫什麼布袋 對 布袋 這叫什麼 布袋銀行 忘了 對 這是它的簽名款的吧 對 哇 這個顏色還是第一次見到 一般都是那個白黑的 白黑的比較常見 對 這個是很少會見到 嗯 這Fernandez 我也把Fernandez那個 Ken的那個簽名款 就那個粉色的那個 那個貓貓那個 對對有個貓的那個 這個就是他們的代理的一個牌 OK TMG 這也是這種Fender類型的 我發現日本其實還有很多這種他們 本土的一些這種小的手工作坊的牌子 以前我們知道比較多就是什麼像什麼SKIA 還有像TS啊 嗯 就這些現在可能比較火 但是本土你來看的話還是有很多沒見過的這種牌子 挺有意思 OK 這是一些老的效果 嗯 一些比較老的 哦 這是那個老的那個羅蘭的那個 Abos那個CE1 哦 哇靠 這麼貴啊 八萬八千 那這邊有些價格是比較奇怪的 有些價格會非常的 我不太懂這個價格到底算不算 但是這個反正這個是最經典的一款 就是合唱 後面的所有的合唱基本上就是那種 就算analog合唱都是模擬這個東西 非常有名的 Boss的CE1 然後發的飛 就像以前那個效果板上就這麼大一個鐵盒子放在上面 幾個就滿了 對 BPC British Pedal Company 盜版的牌子 這邊這邊有個CE1 為什麼這個貴一點 可能品項好 嗯 這個是十一萬 十一萬這四千多塊錢的吧 十一萬五千了 四千 四千多五千 將近五千 對將近五千 那如果你免稅的話可以便宜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那這家店是免稅的 嗯 可以的 CE1還是可以 挺經典的 過去看看 Boss專區 Boss小河 這些都是比較新的了 對吧 這個我有 對 這些就是比較現代的 對 但也是中古的二手 都是二手 對 FREEDMAN 這幾年初的 好像你背後這些琴都是還沒調整完的琴 OK 還沒上弦的 哇 哇 這邊就是日本的 日本的這種店就是太多了之後 就已經無從下手 你知道嗎 就你看到什麼就覺得哇 好牛逼 然後 嗯 後面還有什麼 就這種感覺 OK 去那邊看看Gibson Fender 哇 這邊 啊 哇 這個好酷啊 這個月牙型 Steven Lucas他本人使用的嗎 這麼厲害 這是什麼牌子 我都沒見過 Moon 噢 PGM他們一個廠的 OK 這是Moon的 他上面 他上面這個寫的是 Steven Lucas他本人用的 是這個意思嗎 是他 對 應該是他用過的 當時用過的個體是吧 嗯 YouTube上面用過的 是他們 店裡面的明星琴 是吧 今天在他們那個油管上 應該能看到一些介紹 OK 我聽說 這是個日本的比較 也是這種小眾的這種牌子 是吧 是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開始出來的一個牌子 OK 主要是以那個 Bass比較出名 Kawaii還有吉他 有的 Kawaii是那個鋼琴的Kawaii 是鋼琴的Kawaii嗎 這個我還真不知道 應該是 哇 他們居然還出吉他 我第一次知道 而且還是這種形狀的 這是個什麼形狀 是個月亮形狀嗎 感覺不太像這個月亮 這個好像也是 當時像非常難得斯 這個 這個 就這個根本就沒有辦法 坐著彈 就只能背帶 只能背帶背起來 就根本沒有辦法坐著彈 這邊有些 哎 這是那個Valley Arts Custom 這是沒產的嗎 應該是 它有Serial Number嗎 沒有寫 沒有寫 那如果感興趣 就可以拿起來看一下 OK 可能說一下 看看 這個Exotic我也有 Exotic 我有一把 但是我那把是玫瑰木質版 TMG 這邊就是比較那種 Boutique的那種手工的 SuperStrap的感覺 對吧 對 對 Washburn Washburn Washburn還是USA的 15萬 這邊PIS CV 這是 Customer Custom Shop 1959 Custom Shop 這個還挺有意思的 這個 就是應該純 純玫瑰木的這個情景吧 應該是 應該是 嗯 對 Neck Real Suit Finger Boreal Suit Ash群體 好輕啊 只有3.15千克 它是空型 空型 怪不得 我說這型怎麼那麼輕 可以 我可以試試看這個 這邊就Gibson轉持了 這個是 Collector Choice 1959 專門 對 CC CC 37 CC有這麼多號碼 然後它賣1000 不知道多少萬 得問 1000不知道多少萬 就要問 打擾了 打擾了 幾十萬 40萬 40不知道多少萬 就是還不一定 不過它告訴你19 190000 那就是100萬了 看你是誰 咖位夠不夠 咖位不夠就是9 咖位很高就是1 刷臉是吧 刷臉再帶走 這邊啊 這邊好多TMG啊 嗯 因為他們是他們自己做代理的器 那吧 啊這個 這是那個 Jimmy Harris Jimmy Harris 他去世之前 跟Gibson合作的一款 就是手繪的那個 跟花童 好像是 同一個 就是能感覺的 然後 對 這邊有更多的 這些都是元年嗎 1958 1958 1961 1964 1971 這邊都是元年分的 它上面有年分 有相機 嗯 這個我在他們店的網站裡面看到了 這個1979年的這個 這個煙燻 煙燻的這個 食物看起來還有點 稍微有點 怎麼說呢 烏素的 照片看起來挺好看的 食物看起來也像是被那個托牌院機熏過的感覺 呵呵呵 有點 火床搶救吧 嗯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連箱子倒是挺配的 對 這是Tweed 老箱子 這是元年的Masting 元年的 1970年 1970年 1973年 不過他們有些在修整在調理的可能也是一些老琴 嗯 嗯 哇 這些琴都是 他們這邊 確實日本的老琴很多 他們就這樣拜在店裡面 就是都是可以試的是吧 都是可以試的 只要是 哇 這邊還有一個老的Heritage Heritage我還是比較感興趣 嗯 但是這個就已經 比較 破了在維修中 一般這種維修他們是 他們是不對外那個餘定的 OK 沒有準備好 對 哦 這邊還有老的音箱 下面有一個1959年的 這是1969 對1969 1969的 哦 1969 對它應該是就是最最早的那個金屬面板 因為69年之前是那種 塑料的那種Plex面板 它這個是應該是剛開始的這種帶金屬 金屬是69年70年之後應該Transaction 而且它這個是那種出口版 出口版的話會有一個這個Polarity的這個開關 音版的話只有on和這個onoff和standby沒有這個開關 哇 這個好酷啊 這是跟什麼東西聯絡的 之前的話好像說是跟那個工科機動隊 哦 工科機動隊 嗯 工俏還工科 我一直不知道 我知道工科機動隊 但是這個看不出來工科機動隊裡面有什麼特殊的設備嗎 不太懂 如果有工科機動隊的粉絲可以跟大家留言一下 這都是個什麼東西的聯名 完全看不出來 可以問他能不能試一下這把這個 下期視頻我們繼續逛TC樂器 我試了這把器 其中一把讓我非常愛不失手 一度想要購買 並且也會和大家展示更多有意思的吉他 那叫我吃 改進去的話不要錯過 好 谢谢观看